一起來關心天氣 外在關島附近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 預估是最快就會明天變成颱風奧麥斯 那麼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很可能會落在週五週六 不過接下來它對台灣的影響程度 恐怕還需要再觀察 而今天各地的天氣大部分都是多雲到晴 午後在山區近山區平地跟大台北盆地 也會有機會出現局部的等戰雷震雨 要提起你特別注意了 這個午後雷震雨空場都是來得又快又急 部分地區的對流可能是發展的比較晚一點 所以一直到晚上恐怕在山區的部分 北部都還會有一些降雨 午後到晚上都務必要留意天氣的變化了 而至於在溫度的部分 各地高溫大約是32到34度 其中要注意是大台北盆地 桃園跟南投花東地區 會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溫 還有在花蓮台東這裡是橙色燈號 也就是說可能會是36度到38度 那提醒您到這些地方外出 都一定要做好防曬 同時要多補充水分了 至於提供您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來看待北部地區基隆 台北新北最低溫是29度 最高溫會來到34度 另外桃園新竹苗栗最低溫是30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在台中彰化南投最低溫是30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另外在雲林嘉義台南最低溫是29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南部地區高雄屏東最低溫是29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好在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最高溫會有32度 另外在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澎湖最低溫是28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